大家好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 Immunophorescence Assay 也就是IFA的Tips 跟Troubleshooting 首先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Immunophorescence Immunophorescence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immuno immuno就是免疫学 在免疫学里面 最常用来作为实验的材料 就是antibody count 另外一个字呢 就是Fluorescence 在荧光里面最常用来作为 实验材料的当然就是荧光带 所以Immunophorescence 就是利用抗体 以及荧光带来侦测 蛋白质在细胞里面表现的量 location以及表现的 pattern的一个实验 在Immunophorescence里面 我们常用来作为sample的 包含cultural cell 以及Tissue 今天会针对cultural cell的部分 来跟大家讨论 Tissue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合并在IHC的讨论中 再跟大家做说明 由于大家对于Immunophorescence 可能没有像Western-Brother 这么熟悉 所以接下来我会先针对 Immunophorescence 的步骤以及原理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Immunophorescence 包含Indirect Immunophorescence 以及Direct Immunophorescence Indirect Immunophorescence 其实在步骤上是非常相似的 它们都包含了 第一个步骤当然是sample Sample的prepill 固定 打动 blocking 以及Econ的detection 那在这一步里面 如果说今天做的是Direct Immunophorescence的Econ InDirect Immunophorescence 因为Econ并没有Label好萤光 所以还是需要一个Econ的detection 接下来 两种方法都可以去做Counter Step 以及Mounting 最后呢 就是Data的判读了 首先我们来看看Sample Preparation 有些人常碰到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实验做到最后 到显微镜底下才发现 它的细胞都飘光了 在显微镜底下根本就找不到正常的细胞 做了半天的实验根本就不能用 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碰到就是 细胞贴的不好 形态很不正常 就像这样子的状况 那要怎么样得到像这样子很漂亮的细胞 sample 我们可以有几种解决的方案 第一个就是加Buffer或是Wash的时候 记得要放轻保慢 像293T或是293 这种很容易飘的细胞 如果太粗鲁的话 做到最后可能很多细胞都飘走了 第二个就是细胞是不是太满了 Prepare太多带的细胞 它的贴附能力会变差 所以如果你的细胞太老了 最好是重新解冻新的细胞 这样子可以让细胞的贴附能力 可以得到比较漂亮的细胞 sample 第三个就是50%到70%的细胞满度 会比较适合的 在这样子的细胞满度 细胞的形态它可以长得比较漂亮 可以得到比较漂亮型态的细胞 但如果说你今天要做的是 类似像cell junction相关的实验 必须一定要把细胞养满 才看得到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做的是 cell junction相关的实验 必须要把细胞养满才看得到 那就是例外了 另外 我们可以在Cover Sleep上面做一些手脚 可以让细胞贴得更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针对Cover Sleep的 preparation 来跟大家做讨论 我们来看看Cover Sleep的选择 建议大家可以挑选1.5号的Cover Sleep 它的厚度大约在160到190μm 这样子厚度的Cover Sleep可以让光线穿透 效率最佳 可以得到比较漂亮的data 那如果1.5号的Cover Sleep没有买到 1号的Cover Sleep也是可以挑选的 另外常用的Cover Sleep的直径 包含12mm跟18mm 分别可以用在24well跟12well的play上面 选择好Cover Sleep之后 我们可以先把细胞直接养在Cover Sleep上面 如果你的细胞可以在这样子Cover Sleep 就已经可以养得很好 细胞也可以贴付得非常漂亮 那恭喜你不需要做后续其他的步骤 但是如果说你的细胞在这样子Cover Sleep 贴得不好 那我们可以考虑先把Cover Sleep 先用Poly Lysin先做Coating 那如果说Coating好的Cover Sleep 细胞还是贴付得不好 那我们就要把这些Cover Sleep 先做酸的水洗 把Cover Sleep上面的一些油脂 先把它水洗掉 再用Poly Lysin先做Coating 那要怎么样做酸水洗呢 首先我们先把Cover Sleep浸泡在1M的HCL overnight 接下来呢我们用一次水把它清洗过 再用二次水再彻底的清洗 一定要把波片上面的酸液把它清洗掉 接下来呢把这些波片浸泡在100%的酒精里面 然后可以用一些filter啊 或者是一些不会掉毛血的一些卫生纸 然后把这些酒精把它稍微吸附一下 然后把它Dry干 然后把它放在干净的container里面 来保存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Poly Lysin的Coating Lysin是一个带有正电荷的氨基酸 那波片呢基本上是一个细酸液的结构 我们可以透过Lysin上面的正电荷 跟细酸液上面的负电荷 形成离子件 可以让Poly Lysin可以贴附在波片上面 贴附得很好 那同样的 细胞上面有一些带负电的氨基酸 一样可以跟Lysin上面的正电荷 形成离子件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可以使得细胞 可以很好的贴附在波片上面 一般常用的Poly Lysin 的分子量大约是70-150KD 如果说用70-150KD的Poly Lysin 你的细胞还是贴附得不好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使用大于300KD的Poly Lysin 那一般我们 Dilute Poly Lysin的Buffer 常用的就是用灭菌的水 那Poly Lysin的Walking Concentration呢 一般常用的是0.05mg per cc 到0.1mg per cc 现在我们已经有Poly Lysin的Solution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怎么样做Poly Lysin Coating 首先我们先把Poly Lysin滴一滴到Cover Slip上面 因为波片会有一个表面张力 那Poly Lysin常常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球状在波片上面 那像这样子的Poly Lysin滴到波片上面 先室温静置5分钟 接下来呢 我们把Poly Lysin把它回收 这Poly Lysin是可以回收的 我们回收可以再使用 然后接下来 把这个波片 用灭菌水 洗3次 然后最后把水 把它remove掉 然后把 波片 晾干 然后在UV下面 Treated UV下面灭菌 至少两个小时 那这样子的Slime 这样子的Cover Slip 可以在室温保存好几个月 那除了Poly Lysin以外 常用的Coating的物质 还包含Collagen Fibonetin以及Gelatin 刚刚提到的Cover Slip的Preparation 基本上可以解决了很多 Hetron Cells的问题 因此有些人可能会问 那Suspension Cell 可以做爱肥吗? 那其实 Suspension Cell 也是有人爱做爱肥的 它可以有几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呢 我们一样可以把细胞 养在Poly Lysin Coated 的Cover Slip上面 藉由Poly Lysin上面的 针点核 帮助这些Suspension Cell 贴附到波片上面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细胞贴上来了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细胞 其他蛋白质的一些 location或是表现 如果有这样的担心的话 我们可以做下一个步骤 我们也可以用抹片的方式 那怎么做细胞抹片呢? 那我们可以把Suspension Cell 第一滴到 一个载波片上面 然后呢 拿另外一个载波片 贴附的这个 细胞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利用Cytospin 那什么是Cytospin呢? 一般我们在做Cytospin 会有这样子一个装置 那我们可以把 波片放在这个Casset里面 上面再放一个绿纸 可以吸掉多余的Medium 再把这样子漏斗形的一个装置 把它夹上去 把细胞 从这个漏斗形的装置呢 把它放进去 一般我们常用的细胞 大约是50mL 里面包含是5次方的细胞 那再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离心的装置 可以把细胞甩到波片上面 那再把波片晾干 这样就可以得到 很好的Sample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固定 为什么要做固定呢? 固定最主要的目的呢 是要把细胞殺死 同时呢 可以避免 这个细胞后面的Vice 或者是腐化 那固定同时也可以 保持这个细胞里面的生物特性 或者一些蛋白质 或是结构 最接近当初 它还没有死掉的时候的生理状态 第二种要跟大家介绍的固定液 是有基隆基类的固定液 这类固定液包含 Methanol跟Acetone等 这类固定液会造成Pretin的Denature 它会造成Pretin被压扁 但是它一样可以维持它的二极结构 这类固定液里面 Methanol是对于Structure的维持 是一个最好的固定液 而Acetone呢 可以造成比较少的Damage 所以常用的配方 是Methanol 或是Methanol 比Acetone 1比1 那它常用的作用温度 是-20度C 10分钟 刚介绍了两种不同的固定液 那也许有些人会问 那我到底应该要选择用哪一种固定液 刚刚有提到 固定这个过程可能会造成 Pretin-Pretin之间的Close-link 或者是一些Denature的现象 那这样子的Close-link 或者是Denature 都有可能导致antibody的epitop 受到影响 而使了antibody 没有办法认到这个蛋白质 所以Depend on不同的抗体 或者是Target 它适合的固定液 或是Condition 其实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User针对你的实验 应该要去试着去调整 最适合你的实验的固定液 或者是Condition 但是我们可以来提这件事情 就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有什么样事情 是我们不能用的 另外这种Methanol类的固定液 可能会造成Lipid Dropped的Fusion 所以它对于Lipid Link的Protein 的染色也是不适合 这种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因为造成细胞膜的打动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是要染 HR Seroprotein 就不太适合使用这样子的固定液 同时有可能会造成细胞里面的 小分子的Loss 有什么样的固定液是我们不能用的呢? 主要这边要提到的是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刚刚有提到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对于细胞的结构可以保持得很好 所以很适合拿来用作 Recytoskeleton的Stanning 但是刚刚又有另外提到说 这种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可能会造成Protein的压扁 造成它的水龙性变差 所以它有可能会造成 细胞核或什么的Condition member 穿透性变差 所以对于Nucleus 或是Metalchondria的一些Target 使用Methanol 这种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也许效果会比较差一些 刚刚有提到 这种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会造成Protein的Denature 所以如果你要看的蛋白质 就是像F18这种 会形成Polymerform的Protein 就不适合使用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另外像荧光蛋白 像GFP或是RFP Denature以后它的荧光就会消失 所以也不适合使用这种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有报导指出 Methanol会造成油滴的Fusion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是Libbit Link的Protein 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是不适合的 最后 由于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会造成细胞Membrane的打动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实验 只是要看Membrane Protein 并不想要detect到细胞里面的蛋白质的话 也不适合使用这种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而由于细胞膜会被打动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染的是一个很小的分子 有可能会透过这个打动 而Release出去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小分子的染色的话 也不适合使用有机容积类的固定液 下面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用Palaformati来做Fix 那油滴它会形成一个很漂亮的结构 可是如果使用Methanol的话 整个油滴都Fuse开来了 那同样的Libid Dropped的一些Association的Protein 那用Palaformati来 就可以看到它可以在油滴周围形成很漂亮的一个Structure 可是使用MethanolFix的状况底下 它整个都Fuse开来了 所以就看不清楚它的结构 第二个例子是MicroTuberous的染色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用MethanolFix 我们可以得到很漂亮的四状结构 可是如果说用AcetoneFix的话 这个Cytoskeleton的四状结构 还是可以看得到 可是它的效果没有刚刚Methanol这么干净 这么漂亮 而用Palaformati来 却完全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Data 所以如果要做这种MicroTuberous的染色的话 Methanol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也许有人会问 难道Palaformati就不适合用来做这种Cytoplasin 或者是Nucleus相关的染色吗 其实用PalaformatiFix 还是可以去染细胞内的蛋白质 或者细胞核里面的蛋白质的 其实从这个Data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只有做PalaformatiFix 但是不做任何后续的打动的动作 它可能会染不到该染到的Structure 或是要整个Pattern都不太对 但是如果我们右边那个图 我们使用Methanol做后续的打动 或者是我们可以使用TretonS100做后续的打动的话 我们就可以染到细胞质 或者是细胞核里面的蛋白质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打动 一般常用的打动剂分成两种 那一种是Detergent类的打动剂 包含TretonS100MP40等 比较常用的时间和温度呢 是在使用3到10分钟室温就够了 另外一种打动剂呢 是Solven类的打动剂 主要包含Methanol跟Ethanol 那Methanol是比较常用的打动剂 作用的时间温度呢 是5到10分钟 在4H2C作用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再谈一谈 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的一个打动剂 叫CSK Buffer CSK Buffer呢 是Cell-Skeleton Extraction Buffer 它使用的时机呢 是在Fix之前使用 它主要的目的呢 是在Fix之前先做一个打动 然后让细胞里面的一些小分子能够release出来 那在我们在染Cell-Skeleton 或者是一些Nucleus target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比较漂亮的Data 接下来呢 要跟大家介绍的是DNA跟Nucle-Ti的染色 我们在做DNA跟Nucle-Ti的染色 像BRDU或是5MZ或HMC等 我们在我们的Protocol里面要多一个 用酸Denature的步骤 我们来看要怎么做 基本上呢 Sample我们还是用Protformati来先做Fix 那Fix完以后用PBSWash Wash完以后 就要用酸来做一个Denature的动作 那先把 我们的SampleEquivate 到2N的HCL 大概30分钟左右 它的目的呢 是要把DNADenature 把DNADenature打开以后呢 比较方便 后面的Antibody 来Detail到DNA或是Nucle-Ti上面的Target 那用酸处理过以后呢 接下来要做一个中和的动作 那中和完以后 我们的Sample就可以用正常的方式 再来做打动 然后做后续的一个流程 那多做这样子一个酸处理的动作 对于这样DNA或是Nucle-Ti 这样子的一个Target 它的染色会有很大的帮助 像BRD 我们就可以得到很漂亮的Data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Blocking 我们在Data 常看到有high background的状况 常可以用Blocking的方式来做解决 那常用的Blocking Buffer呢 是2-5%的BSA 或者是5-10%的Serum 那常用的是Ghost Serum 那这样的时间温度呢 是室温大约10-30分钟就够了 那最好的Blocking的Blocker呢 基本上是跟 你二抗同样的Species的Serum 那举个例子来说 假设你的二抗是来自于GOLD 那最好的Blocking Buffer呢 就是GOLD Serum 因为这样子 它可以Blocker到 后面的二抗 可能会Binding到一些 NASPETS被Binding 那可以减少high background的发生 但是你千万不要拿 就是你一抗来源的Serum 来当Blocking Buffer 因为这样子 后面的二抗可能 到处都会粘上去 反而会造成很高的high background 接下来我们来看抗的选择 我们要怎样挑选 可以用在埃肥的抗体呢 抗体的Ibitop基本上 就像虾子梦想一样 我们根本不知道 它可能会认在 蛋白质的哪个位置 而刚刚也有提到说 在做埃肥的时候 的FIX的动作 可能会造成很多的 Close Link或是Protein的Denature 而这样子的Close Link或是Denature 都有可能造成 Ibitop被Blocker到 而无法 被这些抗体所辨识 那所以 我们要挑选好的抗体 可以用在埃肥 基本上 我们建议的就是 要挑选Validated Antibody GinTest的抗体呢 都会告诉你说 它是可以Validate 在埃肥的实验里面 甚至我们都会 很漂亮的Data 在那上面 而我们GinTest的网站呢 也会告诉你说 这个抗体适合用什么样的 FIX的方法 以及它的Dilution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如果今天 我们要做的实验 都找不到Validated Antibody 那该怎么挑选抗体呢 那基本上 我们会比较推荐的是 你可以尝试使用Polyconon Antibody 它的成功率 会比Polyconon Antibody高 因为Polyconon Antibody 只有一个Epitope 那它的Epitope 很有可能会 被Block到Structure里面 或是被Close-linked block住 而无法 让后面的Antibody 辨认到它的Epitope 而Polyconon Antibody呢 因为它有很多的Epitope位置 即使有小部分的Epitope 被Structure blocking 或者是Close-linked blocking 那它还是有可能 会有其他的Epitope 可以被辨识住 所以Polyconon Antibody的成功率 会比Monoconon Antibody的成功率高 那另外呢 因为像IP 或是像IHC 它的在展示的时候 它的结构 可能跟IFA的结构 会有点相似 所以如果抗体 已经被Redated by IP 或是IHC 也许会也是一个 你可以挑选 来做IFA的实验的 一个抗体的选择 另外如果说你的实验 要做Double standing 我们建议你的一抗呢 要选用不同的host 或是不同的isotype 那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不同的host 或是不同的isotype 来做的话 你可以考虑 使用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来做实验 那如果说你要做Double standing 在选择二抗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避免造成它的signal 的close react 等一下我们会来 谈谈就是 如果要做Double standing 二抗的怎么跳 会是正好的 另外high background的issue 其实和抗体的使用 也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今天得到的signal 是high background 但是其实你已经看到 你要的pattern了 那基本上 你可以试着Bloblocking的 region再调高一点 去减少high background的发生 或者是把primary antibody 再代入一些 那可能你抗体用太多了 造成了high background 或者是可以多洗几次 刚刚提到wash 大概是三次五分钟 也许可以洗到四次五分钟 这样子会有帮助于 一些high background的去除 另外千万要记得 我们整个抗体 在ecubate的过程里面 因为抗体的ecubate 过程有时候 比较久一点点 那千万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把 我们的这个sample呢 放到一个潮湿的tremble 里面去保湿 避免它干掉 因为干掉也会造成 一些high background 甚至是 不要的signal的发生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 二抗的选择 基本上 二抗的选择 是跟你使用的一抗 有非常大的相关性的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的一抗 使用的是 host 是mouse 或是rabbit 或是chicken 你的二抗呢 就要anti mouse 或是anti rabbit 或是anti chicken 的antibody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isotype 像mouse 有不同的isotype 所以 你使用的二抗 最好是能够去认知 你的一抗 使用的isotype 这样子 可以得到 比较好的data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的一抗 是mouse igg 那建议二抗 选择就是anti mouse igg 前面有跟大家提到 如果要做double standing 一抗的选择 要选用不同的host 或是不同isotype 的一抗 相对来说 二抗的选择呢 就要选用anti 不同host 或是anti 不同isotype 的二抗 来做实验 但是呢 大家知道 即使是不同的host 或是不同 isotype antibody的sequence 或是structure 还是 还是蛮接近的 所以 二抗呢 常常会可属 add到其他的host 或是isotype 那 如果是这样子的二抗 在做double standing的时候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hibrid 光的发生 或者是 它的signal 很不容易辨认 那要怎么样解决 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建议可以使用preabsorbed 的secondary antibody 什么是preabsorbed 的secondary antibody呢 我们现在选用了一个anti-mouse Igg的secondary antibody 但是它里面可能 会同时带有 会close-react到 ray的Igg 或是rabbit的Igg 的antibody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antibody 我们要去得到一个anti-mouse Igg specific的antibody 要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整个antibody pool 先放在一个column里面 然后呢 加入 ratt的Igg 或是rabbit的Igg coded的bits 那 这样 会cos-react到 rat 或是rabbit的Igg 的antibody bind到这样子的bits上面 接下来呢 再做一路的动作 那做完一路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anti-mouse Igg的specific的antibody Gintax也有销售这样子的pre-observed secondary antibody 举个例子来说 GTS-76-719 它是mouseIgg的antibody 所以它里面有带有anti-mouseIgg的 secondary antibody 同时呢 它pre-observed against human cow host rabbit and pig 所以它可以很大的程度去减少会cos-reacted down human cow host rabbit and pig Igg的可能性 像这样子的pre-observed antibody 是大家可以选择作为double standing的时候的secondary antibody 很好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银光带的选择 不同的银光带可以有不同的excitation跟emission 然后发作不同颜色的波长 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做一个颜色的IFA的话 基本上你银光带的选择只要避开 你后面的compost stand的颜色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做的是双染的银光带 那两个颜色就要特别的挑选了 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你今天已经挑了一个是斯巴拉波长的 绿光的银光带 那可以看到绿光的银光带在波长上面 跟黄光跟菊光都有一些cos-reacted 所以如果要挑选的话 至少一定要挑选在这种 没有cos-reacted后面的另外一个颜色 那以这个例子来说 如果挑选488绿光银光带 那另外银光带呢 选用594银光带 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counter stamp 一般常用的counter stamp 有包含dapy,hurchest跟pi dapy,hurchest跟pi 基本上都是染DNA的部分 dapy跟hurchest 它的emission 大约是461是蓝光 那pi呢 它的emission大约是617 是红光的位置 做counter stamp 可以帮忙我们很方便的 了解细胞的形态 同时 由于counter stamp的signal 通常会是比较强的 也可以使我们在行物纸底下 很快速地找到细胞在哪里跟对焦 避免以荧光激发过久 造成后面荧光的breeching的现象 那我们接下来谈谈 你会使用银光带的signal 甚至到10分钟 signal都还算可以接受 那 什么是mountain medium 一般常用的mountain medium 包含90%的gazorol 或者是这种gazorol medium 还有一些chemic 那gazorol gazorol也有销售这样子的mountain medium 可以供大家来做选择 那要怎么样来做mountain呢 基本上我们这coversal sleep 我们可以先用水 先把它洗一洗 然后去减少上面一些 眼泪的一些残留 然后呢 我们把mountain medium 滴一滴 到slide上面 大约10μL到20μL就已经够了 然后把有细胞的那一面的coversleep抄下 然后慢慢地把它放到slide上面 去减少bubble的产生 然后把多余的medium 把它用滤纸或者是卫生纸把它洗掉 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个做好的multi-medium 放在室温大约1小时或者是overnight 去让它慢慢变干 那这样子做好的一个slide呢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4度C 大约可以放几天 但如果说你需要保存比较长的时间的话 我们建议可以放到-20度C 最后我们来谈判读 基本上呢 判读是需要很多的经验的累积的 那我们很难在很短时间底下 跟大家说明怎么去判读 但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多去看看 这种Organeo Marker的图片 让大家对于Organeo Marker 在细胞里面的形态 有很多的概念 那这样子对于后面的判读 跟对于signal的形成 或是signal的判断 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另外我们在染色的时候 也可以选用类似像这样子的Organeo Marker 可以帮忙我们对于 我们的patent 或是我们的target的位置 有更多的了解 最后我们来做一个summary 如果我们看到的问题是细胞都会飘光 在显微镜下都找不到正常的细胞 或是细胞的形态都贴得很不好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 第一个我们就是加buffer的时候 或是我们挖血的时候 尽量放心放慢 避免细胞被冲起来 那要考虑细胞是不是养太老了 如果past太多代 可能超过一个月或两个月 解冻性的细胞会有帮助 第三个呢 就是细胞的满度呢 基本上是50-70%的满度是比较适合的 这样子的满度细胞可以贴得比较漂亮 但如果说你今天要做的实验是比较特殊的实验 可能像要做cell junction相关的实验 可能细胞满度会有点不太一样 另外呢 coversleep做一些处理 可以有帮助细胞贴附的更好 那会包含哪些处理呢 第一个可能包含像coating polylysine这样子的物质 帮助细胞的贴附 另外一个呢 就是coversleep可以先用酸先处理过 去除掉coversleep上面的油脂 也可以帮忙这个细胞贴附的更好 第二个呢 如果说我们碰到的问题是high big round 或者是有non-specific signal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呢 第一个如果我们碰到像这样子的问题的话 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fix section的condition 是不是适合的 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的fix the condition 可能要换一些换fix的buffer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blocking buffer可以做调整 用serum或是用bsa 或者是可以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点 可以减少一些背光 或是non-specific signal的发生 第三个呢 有可能是抗体用的过多了 所以导致这样的high big round 或是non-specific signal 像这种状况呢 那基本上就是代六零的抗体 那有时候我们不是很确定 到底是一抗还是二抗造成的 所以加一个二抗only的control 或者是加一个用isotype的control 这样子可以帮忙我们去判断 我们今天这个high big round 或是non-specific signal 到底是一抗还是二抗造成的 如果我们碰到的问题是weak 或是no signal 我们要怎么去解决呢 第一个如果我们看到weak 或是no signal的问题呢 我们要先去考虑一下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sample 会不会表现 有可能不表现 或者是它的表现很低 所以有可能会造成这样子weak 或是no signal的状况 第二个呢就是前面有提到说 不同的fixed buffer 有可能会造成epitope 有可能会被block到 所以也要考虑一下 也许fixed condition要做调整 或者要换不同的fixed buffer 第三呢 如果要做的是细胞质 或者是细胞核的蛋白质 那发现说它是weak 或是no signal 有时候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我们做打动的程序不够 或者是打动的buffer 使用的percentage不对 第四呢 有时候我们blocking太久 也会导致antibody 没有办法搬上 所以也不要把blocking的时间 做太久太长时间 一般我们做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就足够了 第五呢 也要考虑一下抗体使用的量 是不是不够 如果你已经有看到了一些signal 或者是说整个背光都很干净 那你又确定说你的蛋白质 应该是会表现的 那可以试试增加多一点的抗体使用 也许就可以看到的signal被呈现出来 第六呢 过度的挖血有时候会导致weak 或是no signal的发生 第七点呢 我们在做这种荧光的实验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确保 我们在加了荧光的antibody以后 一定要保持在一个黑暗的环境 避免就是日光灯影会造成一些荧光的激发 那也有可能会导致这种weak 或是no signal的发生 最后呢 如果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 那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很漂亮的data 一直都是weak signal的状况 那大家可以考虑 Tintest也有贩售一种reagent 叫做signal plus antibody enhancer 那这种enhancer呢 可以帮忙这种weak signal的signal 被enhancer起来 可以得到比较强的data enhancer的使用非常简单 基本上就是把antibody 用这个signal plus enhancer 来做dilution 那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图 是用一般正常的buffer 来做dilution 那右边那个图呢 是用enhancer 来做antibody的dilution 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比较强的signal 因为这个enhancer 可以增加antibody 跟antigen的affinity 可以让他们搬领更紧密 那可以得到比较强的signal 除了enhancer以外 大家也可以考虑用biotin 或stretal ebidin的方式 除了enhancer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解决的方案呢 就是用biotin 跟stretal ebidin的方式 它的作用方式呢 基本上就是 我们原本一般正常的时候 二趟是直接label着荧光的 那可以选用 二趟是label着biotin 然后呢 再用一个stretal ebidin 上面带荧光 那这样可以增加很多荧光 反映点上去的signal 那可以增加整个荧光的强度 那大家如果对于刚刚整个说明 还有一些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网站有technical tips 有针对RHC或是RFA的一些troubleshooting 做一些说明 大家可以再去做参考 最后 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也预祝大家能够得到很好的data